大话陈宇又和您见面了 我是吴又杰 今天讲的陈宇叫做千里寐教 我们都知道在三国时期有七位 号称竹林七行的人 其中有一位姓姬叫姬康 姬康他不但熟读经书 而且精通引力善谈国情 国情谈得特别的好 那他谈得好当然就唱得好了 姬康有一个朋友叫吕安 吕安常常和姬康在一起 谈论谈论什么呢 都是文人 谈社会谈性 但谈未来 不管谈哪都能够灵犀相通 有一次 吕安来找姬康 一问才知道 哎呀姬康不在 但是姬康的哥哥姬康在 姬康和姬康是不一样的人 姬康是大官 姬康心说 嗯 弟弟的朋友来了 那就礼节性的接一接吧 官啊 男女都有一种官器 都是从上不下看 那人姬康就问吕安 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吕安说我叫吕安 哦我听我弟弟说过 好像有你这么一个朋友 原来听就是咱了 什么是好像有我这个朋友 吕安干脆 此地不以久留 我快走 走到门前的时候 转过头问姬康 呃您这有笔吗 我想提个字 古人有一种习惯 到了都要提诗写字 姬康马上就说 有有有有有 命人把笔墨宴台拿来了 不会的 抹好木 就 Aqua 一看家门口,写了一个缝字 写完了,就走了 他走了 激起,倒背着手 看着他家门口 缝 缝 缝皇的缝 他心里想,哎呀 他给我留个缝字 什么意思 啊,哈哈哈 我懂了 缝 乃是鸟中之王 麒麟 乃是兽中之手 啊 他给我提了个缝字 说明他对我的印象不错 觉得我是鸟中之王 哈哈 说明我是独里巴塞的人物 激起,挺愣 过了两天,激康回来 激康听说,诶,女儿来过 看着他家门口这个缝字 笑不笑 没言语 为什么 他不能言语 激康小的 他给我提了个缝字 缝 鸟 是一个茶几的鸡 是一个茶几的鸡 里面一个一 下面再一个鸟 你要是把这个鸟拿掉 上面就是一个平凡的凡 下面就是一个鸟 念起来就是凡鸟 鸟 鸡康心想 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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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说我哥 是个凡鸟 说我不能告诉我哥 他飞掉火了吧 可以 虽然经过了这事 但是 没有 让吕安和激康的友谊分离 宇安还是常常骑着马赶着牲口 到鸡康那边做客 心里命驾 这个成语就是说 两个好朋友的友谊 不管离多远想见面 还是可以见面 这期的大话成语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